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堡壘 那麼經過了昨天 1417點的大震盪洗盤 那今天的台北股市來看一下 也蠻刺激的 來 今天大盤的高低點 各位 今天大盤的高低點 也有600多點 也有663點 各位663點 在幹什麼 為什麼昨天這麼大 1417點創史上最大的跌點對不對 大家嚇暈了 我說重點就在於融資 我相信有太多太多人怎麼樣 這段時間融資一直暴增 喜歡當沖 隔日沖 通通好 各位當沖比沖到40幾% 嚇死人 結果經過昨天跟前天的大洗禮 各位兩天下來融資減了 但是還不夠 還不夠 今天的下影線留了302點 昨天的下影線呢 留了737點 昨天正幅1417點 好 它目的在幹嘛 來 目的在這裡 來 各位注意喔 注意喔 這是今天善為不管在東森 同學會也這樣講 在昨天我就事先說了 融資要減到2300億左右 那昨天的融資已經減到了2400多 原本昨天台北股市1417點大洗刷 我還期待說 昨天晚上看到融資最好減個250億 結果沒有 減129億 所以今天大盤才會這樣 再殺一次 跌500多點 目的在幹嘛 洗融資 然後再換手 什麼意思 各位今天 來 今天這個跌停拉上來 你不賣 再鎖跌停 跌停拉到盤上你不賣 又鎖跌停 你看看多刺激啊 跌停拉上來你不賣 再鎖跌停 老師他做這些動作目的在幹嘛 就是在洗融資 就是在洗籌碼 這樣懂吧 那現在怎麼應對 來 各位來 注意看喔 我說來 第二個 全資股 這三場全資股不再破底 台積電 鴻海 聯發科 來 注意看 今天的台積電是跌13塊 可是低點是541 請看清楚喔 昨天的低點多少 518 沒破底喔 老師你的意思是說 台積電要大漲呢 不是喔 這是止跌的訊號要先成立 對不對 好 我一樣要給各位看這個來 我相信各位 最近我每天都在教你 這是KD指標 現在KD指標在這裡 好 然後我還教你看什麼 再多一個 再多一個 再多一個MACD 為什麼要多一個MACD 就是要讓各位知道 同一個時間不同指標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你看喔 現在第一個台積電沒有再破底了 可是KD指標在這邊看到沒 32 31已經有交叉的現象了 可是DIF還沒有收斂 所以呢 所以怎麼樣 第一個台積電不會再破底 因為已經超跌了 第二個還要給它兩三天的時間 讓DIF柱狀體開始收斂 那才是攻擊訊號 那這兩三天目的要幹嘛 繼續把融資降下來 最好今天融資是降了好不好 最好今天融資是降 降到我講了這個地方 那就漂亮了 好 再來看鴻海 來各位這叫鴻海 也沒有破底囉 那你看到什麼答案 欸老師 他KD指標也在這裡喔 K穿過D囉 可是他跟台積電一樣 這個還沒收斂 所以明後天會開始收斂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在這邊 橫盤個兩三天 小掌 跟台積電一樣 小掌 好 再來第三檔指標 你看聯發科 也沒有破底囉 可是各位這個還沒有 有沒有 所以各位 這三檔指標股 這兩檔 已經開始落底了 再橫盤個兩三天 就有機會KD 低檔交叉往上 聯發科可能要再等 聯發科可能要再等個 如果台積電鴻海等三天 他可能要等個五天到八天 但是最起碼的關鍵是 他沒有再破昨天的低點了 好了 操作策略呢 來 注意喔 操作策略很簡單 鎖定低基期落底完成的個股 拉回找買點 然後呢 再來 避開高基期 頭部成形的 比如說像萬海 像中鋼 像華子 像玉明 這種股票 任何的反彈 請你站在賣方 為什麼 因為頭部成形了 比如說來 各位來 1905的華子看清楚 這叫M頭 這就是為什麼 哇老師今天跌停拉上來 你以為要漲了是吧 你不賣再鎖跌停 為什麼 哇這個M頭 來 再看 KD交叉往下 再來 MACD柱狀體 還是交叉往下 好 再來 育名 各位育名 育名 來 僅限在這裡 KD還在往下 MACD也還在往下 所以你很清楚看到這個答案 還沒止跌 所以反彈你不賣 再鎖跌停 對不對 然後萬海中鋼 來 各位 萬海中鋼 是不是尚未早就提醒你了 我早就提醒你了 來 各位 中鋼 我說股價創新高 KD背離交叉往下 結果你看 各位 今天中鋼 拉到盤上你不跑 一樣再殺 更明顯了 各位 是不是更明顯了 我當時給你看的時候是這樣 才剛交叉我就提醒你了 因為它背離交叉向下 KD指標背離交叉向下 股價創新高 這叫背離 背離叫反轉的訊號 也就是上回講的 來來來來 這個字寫作 短頭成型的 有沒有 高基期 沒錯吧 頭部成型的個股 反彈要幹嘛 占賣方 對不對 中鋼 好 再來 萬海呢 各位萬海也是啊 萬海 有沒有 股價在創新高 KD背離交叉往下 MACD也是 你自己看 哇 今天 哇 老師今天 有打開喔 你不賣 碰碰碰碰 又貼下來 老師你敢有做 這一天創新高 我在做什麼 我在做什麼 我在短空避險 我在短空避險 老師真的還假的 你有證據嗎 來請看 VCR 昨天以前就已經有訊號了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有沒有 就背離一次兩次 這是第三次 所以昨天創新高 我空 昨天空 當天空只賺一點點 拍謝 今天 紮紮實實的 跌停板賺到了 所以昨天到今天賺十幾% 好 給你看證據 來 各位給你看證據 你來看老師 今天跌停 你有沒有做動作 來 各位 今天跌停 然後你來看一下 2615萬海 下沙跌停 短空避險單 報勞繼續賺 還沒回補喔 空單繼續賺 投資本 當你看完這段VCR 你看到什麼答案 老師 真的 你是說到做到 這一天創新高 我空 然後昨天只是跌 跌下來對不對 結果昨天殺跌停 那為什麼上圍呢 即時在節目跟你分享 這一天創新高 我再空 當天小賺 昨天撞跌停 今天再賺跌停 老師這樣賺幾% 賺20% 如假包換 老師你今天這樣 這樣這樣 今天跌停打開 你有報嗎 來看證據看證據 你剛才看到VCR 我放空的證據 5月11號 就是萬海創新高的日子 我在放空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呢 昨天 萬海下殺跌停 短空避險單 報勞繼續賺 昨天跌停板 報勞繼續賺 好 再來 再來再來再來 今天 2615萬海再殺跌停 短空避險單 報勞繼續賺 我知道很多是老師 你是看壞大盤嗎 不是喔 各位 我現在已經告訴你囉 大盤的止跌訊號 快要出現了對不對 因為這三檔沒有在破底 但是我告訴你的操作策略在這裡 不是大盤落底了 要上漲 你的股票就一定會上漲 不一定 你避開高級期 短期頭部成型的個股 反彈占賣方 所以剛才你看到華紫玉明 各位盤中都有反彈讓你賣 中鋼也有 萬海也有啊 各位 萬海也有啊 也有啊 很多人在LINE的問說 老師要反彈了打開了 跌停板打開了 賣 我都是給你肯定明確的答案 就是賣 那什麼股票可以買 什麼股票可以買 低基期落底完成的個股 拉回找買點 你說老師為什麼萬海 你說要賣 你來看清楚 KED是不是加他往下 MACD是不是開始 柱狀你再加溫 有沒有看到 所以你只要聽話照做 各位106建高頂 我再賣 今天80塊了 今天80塊了 好再來再來再來 做多的咧 來做多的咧 做多的咧 我說為什麼他可以做多 股價已經跌掉了73.6% 有沒有 打底完成了 KED交叉往上 MACD也開始了 有沒有 所以你看 你說老師今天他沒漲喔 今天早上漲後來他殺下來喔 各位有改變嗎 你自己看有改變嗎 KED交叉持續往上 MACD柱狀體 更明顯 所以這種股票幹嘛 拉回買拉回買拉回買 各位就這麼簡單 拉回要早買點 拉回早買點 為什麼 因為他大方向就是要往上走 所以你拉回來早買點就對了 你不用追高 拉回來早買點 你做股票不是看一天兩天啊 所以你看啊 昨天漲停板 你就是拉回早買點 昨天漲停板 老師今天他沒漲 拉回給你買的喔 我就講很清楚喔 今天拉回是給你買的喔 為什麼 KED持續交叉往上 MACD柱狀體 耶 更明顯了 昨天只有一點點 今天更明顯了 所以拉回不買 明天他就漲停你看了 所以你這樣做股票就很輕鬆了嘛 短頭成型的高級期的反彈 趕快賣 包括今天你看到 哇是航海王耶 長榮陽明 望海 從跌停打開 有的拉到平盤 你不賣 再鎖跌停 為什麼 因為短頭成型了 因為短頭成型了嘛 這樣懂嗎 很簡單吧 你不要預設立場 我知道很多是老師啊 可是很多專家說喔 月線破了 然後告訴你說 欸 季線可以買 啊季線破了 告訴你半年線可以買 欸 為什麼上網都把線撤掉 給你看 不要看這個線 不要看什麼均線 你永遠只會安慰自己 包括之前的面板 不管是友達 彩晶 群創 我都告訴你 不能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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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這一天 漲停保有告訴你 不要買 不要搶 可是一堆人告訴你說 月線應該有撐可以搶 基本面這麼好 季線有撐可以搶 現在來半年線了 各位你知道這樣會跌掉四成 你聽話照做 這裡告訴你要賣 這裡告訴你要賣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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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看 有沒有 我還說這個叫當日反轉 有沒有看到 你不賣 不不不看 你自己看 基本面好到不行的 你看 你自己看 這都跌掉四成 所以做股票很簡單 但是簡單的是重複做 叫不簡單 難在哪裡 難在你的心態 人性的弱點 貪婪恐懼不敢玩 我相信很多人看上回節目 我告訴你該賣的股票 你還是捨不得賣 包括這一天漲停 我就說不能搶不能搶 因為指標還在往下 這個還在往下 你去搶 棒棒棒棒棒 又跌掉了30% 你不要拿自己血量錢開玩笑 好再來再來 四星KY也一樣 老師 有沒有 經歷科漲停 我說一切才剛開始 所以拉回來你就找買點 好再來 四星KY也是啊 更明顯 來各位你看 哇老師 KED交叉向上 然後這個呢 一直加温 老師今天他開高拉回 好事啊 給你加碼的 懂不懂 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看啊 昨天他漲停 今天他拉回 昨天他漲停 我說一切才剛剛開始 今天他拉回 拉回幹嘛 買啊 包括昨天 新惠元最先布局的網家 上圍怎麼做的 來請看VCR 今天 來注意看喔 網家這裡打出雙底 KED指標是不是一樣 交叉往上 MACD是不是交叉往上 如果你看不懂 來看這裡 來 這裡是不是早就交叉往上 對不對 你說老師 你怎麼沒有在這裡買 沒有啦 我也沒有在這裡買 沒有啦 因為昨天我是短空避險萬海 然後我告訴你可以做多的是什麼 是這個嘛 是金利科嘛 是四星科嘛 然後呢 今天耶 新惠元要買什麼 買他啦 為什麼買他 看懂了吧 這個地方 景縣93 過了海闊天空 所以你看得到吧 我在印圖的時候才在這裡啊 來看訊息 5月12號禮拜三今天 8044的網家 新惠元請試駕買進建立基本多單 新惠元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這個答案啊 買在哪裡來對時對價 91塊3 91塊3 洗得好漂亮 洗得好漂亮 統治部長當你看完這段VCR 你是不是覺得老師太神奇了吧 放空避險的萬海 昨天跌停今天再跌停 做多的網家 昨天漲停 今天又看到漲停 雖然收盤沒漲停 也是大漲5%多 可是各位 這兩天大盤跌掉多少 請問這兩天大盤跌掉多少 昨天大盤震幅1400多點 今天大盤震幅663點 老師天啊 這兩天的震幅2000點 不好意思 短空避險的萬海跌停跌停 做多的網家漲停漲停 所以很多時候老師 你在講神話 你做多的股票會漲停 放空的股票會跌停 尤其是在這兩天 政府高達2000多點耶 可是事實證明就是如此啊 給你對時對價對call訊 還讓你看複習VCR 是不是 準到你說老師那我call 可是尚未說過了 我在節目當中 我不跟你講神話 我更不會跟你講謊話 我講叫實戰操作績效啊 來看證據 來看證據 你剛才看到VCR 為什麼要讓你對時對價 有沒有 有沒有 昨天新會員來趕快 對時對價是買913 今天已經衝到106了耶 昨天到今天耶 昨天到今天大盤2000點的洗刷耶 昨天不是漲停嗎 對不對 昨天短空避險萬海不是跌停嗎 今天萬海不是繼續跌停嗎 我一樣抱勞繼續賺啊 網家今天一樣找牌又看到漲停看到沒 我一樣抱勞繼續賺啊 雖然收牌沒漲停我還是抱勞繼續賺啊 贏定了啊 為什麼 老師為什麼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KD交叉往上 MACD注狀率一直在加溫 你看到沒 這才剛開始 老師啊你為什麼放空萬海 KD交叉往下 股價創新高 KD二度背離交叉往下 MACD交叉往下 DIF注狀率開始持續加大 代表賣壓還很重啊 可是呢 可是呢 網家呢 雖然今天漲停沒有鎖住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 DIF一直在加溫 所以你看到這是什麼答案 老師好厲害啊 你短空避險的跌停跌停 而且最重要是什麼 是這一天啊這一天啊 見高點 為什麼趕 因為你知道 KD背離交叉往下 因為你知道MACD早就已經 油紅翻黑了看到沒 有沒有 各位這一天這一天 這一天它早就油紅翻黑了看到沒 看到沒 尚未只是聽話照做 代會員去執行而已啊 很多說老師你怎麼有做多有做空的 拍謝啊 我也不想啊 可是各位 該短空避險的就是要短空避險 因為我說過了 現在的大盤 你做多的是找低基期落底完成的 拉回來找買點 你放空的是短頭成型反彈戰賣方 好了就算你不敢放空也無所謂 反彈要會賣啊 上圍只是做給你看而已 懂吧 我做給你看 我公開實戰績效做給你看 由不得你不信啊 當然各位節目時間很有限 我沒有辦法講 2000多支股票 所以你手上的股票 你如果真的不知道怎麼處理 來 把握上圍的標股閃耀登場 專人清貸效果加倍 直接雙向溝通幫你解決問題 各位 為什麼大盤這兩天2000多點 可是你看短空避險的 已經大專二十幾%了 做多的網家 兩天也看到兩支漲停了 請問各位 你還要我說什麼 需要善為幫忙不要客氣好不好 把握專人清貸效果加倍 把電話撥通就對了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學習片刻馬上回來 祝您發大財 免付費專線 0800370888 0800370888 金牛新年來 2021 牛轉乾坤 亞洲投顧 祝您發大財 免付費專線 0800370888 0800370888 歡迎再次回到現場 那麼時間不多 還沒有加入Lineat 趕快加入 我相信你加入Lineat 從每天盤前到盤中 只要有連線 就同步直播分享給你 對不對 再來呢盤後 不管是57股市同學會 還是運動財經台各位 你都可以及時的掌握 手機在手 你隨時都看得到 尤其最重要是什麼 上圍邊教你賺錢 還邊教你技術 那你現在要看的是這裡 來 大盤融資要撿到這裡 才會有像樣的大反彈 這三檔指標也沒有再破底了 策略在這裡 各位都看到老師 你做做的網家 經理一顆四星K塊 昨天通通漲停 今天網家又看到漲停 短空避險的萬海 昨天跌停 今天又跌停 我請問各位 真的假不了啦 假的也真不了 同樣的道理 現在還有很多股票露出敗訊了 各位來 今天的長榮 很多人在問我 在LINE的問我 這個打開 要不要賣 我只有一個字賣 如果你不賣又打回來 為什麼 各位請看 他的敗訊也露出來了 股價創新高 KD背離叫他往下 柱狀體第一天 今天打開來你不賣 再灌跌一題 剛開始 他這個剛開始 難道你不用擔心 像他這樣嗎 剛開始 你還不跑不跑不跑 一定要讓他跌下來嗎 你一定要讓他跌下來 才願意跑嗎 就像這個 這裡已經 跌下來你不跑 你看看 再灌一次 你們發覺老師 對耶 來你再看這個 你再看這個 這個已經油紅翻黑了 你不跑 你一定要等到 他跌破這個M頭成立了 你才願意說 錯了 錯了 早知道這裡告訴你要賣 你會賣在這裡 這裡告訴你要賣 你會賣在這裡 有這麼難嗎 難在你的心 所以你需要上圍的幫助 你更需要雙向溝通 懂我的意思嗎 你手上的股票就是錢 你怎麼樣 找到會漲的股票大賺一段 你怎麼樣了解 什麼股票反彈 你要趕快減少損失 就是站在賣方 不要讓你的風險繼續擴大 不要讓你的虧損繼續擴大 這才是你要做的事情 懂我意思嗎 這就是為什麼你看到答案 老師 你短空閉行的外海 棒棒 已經賺二十幾%了 我一樣報道繼續賺 我做多的網家 昨天漲停 今天一樣看到漲停 雖然今天沒有說漲停 可是收盤還是漲5%多 你是不是又大賺 各位這樣不是很輕鬆嗎 這就是操作啊 不管是多還是空 你都可以賺的 只要你看得懂 你只要跟著上圍走 標股常常有 趕快把握 標股閃耀登場 專人清貸 效果加倍 把電話撥通 股票的事情 你就交給上圍吧 直接跟著上圍 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也祝各位操盤順利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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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